謝謝各位 我名字是Sam Sam盧 不過我今天不是來講APP的 我今天是來介紹這個協會 上一頁 我想先稍微簡單做一下一個簡單的調查 在座各位 你手上只有一台筆電或是電腦的請舉手 只有一台的請舉手 果然這邊實在是很誇張 因為經過我們的調查過 80%的宅男他都有兩台以上的筆電 但是只有20%的人會打開 一年內會打開他的第二台筆電一次 所以剩下80%的筆電都放在哪裡 你可能放在你旁邊的書桌上 放在你的衣櫃裡面 放在你的櫥櫃裡面 或是放在你的倉庫裡面 從來沒打開過 但是你不想把它丟掉 因為你總是想著說有一天我會用到它 但是很不幸 從來都沒有人用到過它 所以我們在 事實上我們在幾年前 我們就有成立一個 叫台灣無國界工程師協會 那這是一個非營利性的一個 一種組織 那我們主要 因為其實要做事情蠻多的 所以我們這幾年主要會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樣的事情呢 我們就是要募集大家 想要丟掉不用的舊筆電 可以walk也好 不能walk也沒關係 都可以拿來給我們 然後我們回去做一些repair repair完之後做什麼呢 我們會把它送到那個平級的地區 給需要教育的一些小朋友 所以我們 當我們把你的底墊 recycle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會裝成五綁圖的 OK 然後 可能是英文版 因為我們大概都會送到一些世界各地 那目前 到目前為止我們成績還是錯 我們大概已經受證了 大概受到捐證了 大概有3800 3800多台 那這是來自全世界喔 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不過台灣 我告訴你台灣是最大眾 70%的筆電都來自台灣 所以要為台灣多鼓掌一下 然後呢 我們大概受了 大概捐了大概有8萬多個學生 為什麼筆電這麼少 都會選那麼多呢 因為大家知道在平原地區呢 沒辦法說一個學生用一台筆電 他必須要好幾個學生才能夠用一台筆電 所以我們筆電還是遠遠不夠 大概有8萬多個學生受惠 然後這些國家 騙擊了104個國家 包含說 東非 非洲的四十三共和國 現在去年白獎 去後來不能去 因為遇破拉病毒 所以包含 包含像四十三共和國 然後像泰國 遼國 大陸的西藏 蒙古 甚至台灣也有 只是說台灣呢 比較需要新的筆電 因為我們這筆電都比較舊 所以大部分都送到國外去 那同時我們在 我們經過我們這樣的 這種recycle筆電 因為他本來想要買 現在就不用買了 那我們在減少CO2的台灣量 大概 相當於減少了 砍了七千多顆數 然後這個 減少台灣量呢 不只說因為recycle這個筆電 包含運送過程也是 我們不是說特別 當你這個筆電給我們的時候 事實上 你知道 因為我們在新竹 那我們是透過旁邊的一些 學校的學生 像一些公眾的學生 或是像青大教大學生 他們來我們公司 然後我們社團這邊去repeal這些筆電 repeal好之後呢 我們會透過說 新竹這邊有人要出差的 也許他今天要到 事實上這個筆電也許要到奈吉利亞去 但是他今天也許出差要到 San Francisco 所以順便幫我們這筆電帶到 San Francisco 帶一台兩台三台都沒無所謂 那我們在San Francisco那邊 有一些Hub 都有一些據點 然後會這樣層層轉送 最後轉送到奈吉利亞去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這筆電在運送的過程中 他也是低碳排放量 好不好 所以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千萬記得 你的百分之 我相信百分之八十的手上的人 你的第二台筆電 甚至有第三台 第四台都沒有在用 那你回去 在今天九族飯堡之後呢 你回去以後呢 去看看你這些 淘汰的這些舊筆電 他是不是能夠捐出來 到我們這邊來 然後讓這些筆電 有新的生命 好不好 那如果說想要捐贈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到Google那邊去打一下 台灣國際工程師協會 打上去之後 上面就有我們的網站 去看一下如何捐贈 謝謝各位 好 好 那我們今天